第六十一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即將登場 這回最佳男主角獎 五位入圍者各個實力堅強 張震在電影《魚鏡》中飾演警察 演技在獲得評審肯定 而喜翔在春行中飾演一名博角又孤僻的男子 透過與妻子跟兒子的相處 帶出了本土中年人的日常心境 演技相當的細膩爭質 而另外三位入圍者分別來自中國、香港 還有泰國都要一起找足影帝寶座 面對老伴總是板著臉話中帶刺 行為間卻流露出對妻子的愛與依賴 他是一個典型的老一輩的台灣男人 永遠是自己知道錯 嘴巴一撥一撥 永遠是自己知道 離不開這個女人她也不敢講愛 我就利用那個歌跳那個 陳曉妍那個屁股翹翹那個恰恰那個 恰恰那個黃屁股 這個是臨時的 可是這就是我講的 這就是福情 演員喜翔在電影春行中 搭倒女星楊貴妹 飾演跛腳又孤僻的丈夫 隨著人生不如意接二連三發聲 感受到自己逐漸失去對生活的掌控 細膩演技吸引評審目光 演藝生涯首度入圍金馬最佳男主角獎 那我覺得不可能 她跟我講說你看 你入圍了吧 你不是說你不會嗎 我任何的光榮都屬於群群群的 不是我哥 我演一個受過傷的一個 所以我是腳是殘廢 所以我要每個鏡頭 我都要反腳去拍 所以我身後來這邊裂掉了 整個裂這麼高 劇中跛腳片段親自上陣 喜翔坦言拍攝期間太過於沉浸在角色中 殺青數個月後情緒仍無法抽離 這回想拿下影帝講座 得面對同樣是呼聲很高的演員張震 我跟他合作過 那時候是因為王家惟有一部電影 王老重新寫劇本 我就去演了那十三場 張震本來就很會演戲 我看過他很多戲 有沒有看到長相嗎 以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 一樁兇殺案揭開時代創傷 張震在電影《魚鏡》中飾演警察 與本屆金馬獎頒獎典禮的主持人 劉冠廷和曾經拿下金馬影帝的莫子儀 有多場精彩對手戲 如果你對過去有點認識 就不會什麼天真 那你就會把這個崇拜的感覺 就直接帶入到角色裡 我覺得在劇情裡面 我們兩個關係是 這個電影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指導《魚鏡》的導演鍾孟宏 曾說張震的臉 有一種憂鬱時代感與標誌性 可以代表某個階層的樣貌 張震從眾多男演員中脫穎而出 要挑戰個人演藝生涯的 第二座《金馬影帝》獎座 得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實力派 男演員競竹 比起使用助聽器 更堅持以手語溝通 香港演員游學修在劇中 飾演一位聽覺障礙者 在追隨夢想與友情中 以手語展現出動人心弦的生命故事 生動刻畫角色這回也要攪竹 本界的《金馬影帝》 有個朋友 而同樣入圍最佳男主角獎的 中國演員張志勇 在片中飾演一名中年男同志 在決定公開現象的過程中 屢屢碰壁 張志勇以幽默詭諧的演技 跳脫社會框架 《金馬六一》五位入圍最佳男主角獎 實力派演員 究竟是誰能站上金馬舞台 奪下金馬影帝 粉絲們拭目以待 記者楊祥玉陳建國採訪報導